炙热的7月天 北區仁義團隊沒有忘記 與三芝十門相親 每兩個月一次的約定 97歲的謝阿公身體硬朗 但阿嬤中風沒多久 醫護團隊除了給予復健指導 也送來一份貼心的禮物 今天你這顆球 送給你喔 你那些這顆球來運動 每次都要這樣走 單單叫他手動 他也許就沒什麼引力 那有一個彈力球在他手上 他可能想到就會動一動 就這樣子 而這位漢如雨下的食於太醫師 是第一次參與慈激在三芝的診診 完整過程中 細心與老人家們互動 讓他深刻體會到 長輩們求醫的不易 對 因為我們在醫院 畢竟就是短短的那幾分鐘 因為能有機會走進個案家裡 要關懷這樣子 其實真的很有意義 除了網診 在定點益診區 也有五個科別的診療服務 眼科一個上午就有20多人掛號 幾乎都是高臨張者 聽說三芝沒有眼科診所 所以我覺得有這個必要 因為我覺得如果他們 所有的老人家 全部都要移去淡水 什麼看好像會比較麻煩 益診服務結束 志工也帶著幾位醫師進行法親關懷 顧瞻金蓮的住家去年發生大火 他經歷了九次輕創直皮手術 法親家人特別來給他鼓勵 有時候讓他看一些醫院 就看人家以前是怎麼樣 然後現在又怎麼樣 所以都可以好得到我程度 所以你還可以 你已經很努力了 可是你可以再更努力 就會越來越好 志工與醫護 跟這些長者相處多年 早就宛如一家人 每次的網診 花更多時間在關懷日常生活 照顧心理健康 期盼他們都能笑口常開 拜託猶豫 帶來新聞 珍珊美之工黃淑慧 謝雲川簡元吉台北報導 中國大陸的華南電視